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教会透视 我是邓维基 中座信理部开设新网站 刊登信理部自凡义大公会议后 发表过维护教会教义的文件 档案分教义 律法 同性事三类 除拉丁文原文外 还有法文 英文 意大利文 葡萄牙文 西班牙文 德文 波兰文 八种语言 语本供参考 全部文件都经过教宗审批 为教友 为从事木铃和神学的工作人员 诠释有关教会生活与使命的重要问题 对所面对的挑战提供肯定的教义答案 3月17号 埃及科普达东正教 中主教谢鲁达三世 安息主怀 享年88岁 他目用中东地区最大基督徒团体近40年 捍卫基督信仰 在开罗 圣马尔谷主教座堂举行葬礼 有数万人出席 当中包括由埃塞俄比亚东正教宗主教 亚布纳保路斯率领全世界科普特教派的主教 葬礼结束后 中主教的围体由埃及空军 运送到圣布索伊忍修院下葬 他曾因批评穆巴拉克政权 被远禁在这座忍修院四年 教宗本东十六在调宴中 感谢宗主教为足进基督徒合一作出贡献 强调全体天主教徒和天主教会 与埃同中的科普特东正教徒同在 在3月20号 教会接受满地河主教特派书基的辞职 原因是他在去年二年届75岁的退休年龄 教宗逸于即日任命教区副主教 Christian Le Pen为新任满地河大主教 Le Pen主教于1951年在满地河出世 于满地河大学攻读神学 随即到罗马进修 并于1981年进度 此后在满地河堂区服务 亦在1998年至2000年间到梵帝光服务 2000年回到满地河神学院任教 于2011年9月被教宗委任为满地河副主教 满地河是加拿大第二个大教区 有214个堂区 近150万名教友 华人教友就有近9000人 满地河教区有440位神父 572位修会神父 超过3600位修士及修旅 和1805位终身执事 根据天雅社报导 云南大理教区于3月26日 举行首批少数民族神父的进度礼 由不获教廷承认的昆明教区 马英林主教主礼 他是省内唯一的公开教会主教 06年在没有教宗任命下接受祝聖 前年当选为主教团主席 大理教区一位消息人士透露 由于云南已有政府认可的主教 进度礼涉及到政府的法律和法规 昆明教区难以邀请外省 已被教庭批准的主教来到主持礼仪 但是境外一位教会观察员说 按照天主教法典第1331条 这种做法会导致新的神父不合乎规范 马英林会有必要为了向政府官员表达忠心 而违反教会法律 这次是自1946年 教廷在中国建立圣统制以来 大理教区首次祝圣神父 大理教区目前有三位神父和三位修女 牧养百万多名教友 由于文化和言语的差异 加上交通不方便 令牧养和福全的工作相当困难 这个星期的报道就到此为止 多谢大家收看 下周再会 多谢大家 conception